如果说中国的内需市场 是包括国务院的领导 单子在内 他们都那么有把握的话 他们今天可以不在乎 问题是 如果内需市场 不如他们的预期 而外贸这里 又受到升值的影响 那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 产生的那种冲击 那是非常大的 他们的两会才结束 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提过 温家宝在他的整个工作报告当中 他也强调 今年他们只预设 经济成长率只预设8% 为什么 当时我没有讨论到 因为他不把出口 出口进出所谓的进出口贸易 当成他今年度 经济发展的重重之重的时候 他的那个经济 那个GDP的成长率 他当然会设定值 他当然会降低 因为他不知道内需市场怎么样 对 对不对 他们现在在做的是市场转型 我讲句坦白话 在懂得政治历史的都知道 改革比革命还难 革命就是流了血了 我把你拉下来 我来做 对不对 冲键就是什么 乘着王福伴者扣 我输了 我输了 我被你杀头 对不对 但是改革不是 改革是 我还留着你 我也活着 然后要改变原有的游戏规则 重新再来过 那会影响到多少既得利益 而且你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 那是有一定风险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做市场转型 所以他们的GDP是一定百分之八 是不是 所以他们不可能容许 容许什么 容许汇率这一块再出问题 是 换于照欧美所讲的 你低估了人民币的币值 被低估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开什么玩笑 这要如他们所愿的话 那个绝对不是日本的消失了十年了 对 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体质 比起1985年的日本人 那当时的经济体质 那是不能比的 我们还是很脆弱的 中国目前还是很脆弱的 还是很脆弱 因为中国强 目前强势强在沿海这一带 对 整个内陆是从十二五开始才真正列入 整个五年国家开发计划 所以如果搞不好 搞不好影响政权都有可能 对 就是你搞 这个汇率的问题 你搞得不好就有可能影响到 对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 国务院发改委 他们提出了什么 收入分配改革 什么叫收入分配改革 那就是租税改革 就是租税改革 也就是说他们发觉 不换平而换不均 这个不均的问题在中国出现了 在中国的平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了 对 但是这不均的问题 承销差距 地域差距已经出现了 对不对 中国的人均所得价值大概三千多美金 但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市场的人均所得 基本上已经将近一万五千美金了 也就是说同样是一个中国 收入差倍 收入高低差五倍 对 你晓得吗 所以他们在做这种市场转型 而整个市场转型 整个市场转型 租税分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也影响到我们很多台商台干 我们的利益 是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天 我们每天看到日出 就告诉你每天在中国大陆 至少就有100万的台湾人在那里活动 从事各种活动 经贸活动 商业活动 各种 所以这种所得分配 收入分配的改革 对我们来讲也是至关重要 也是至关重要 对不对 你想想 全世界所谓30岁以下的富豪 全世界他们排10个 30岁以下的富豪 中国大陆就有两个 这是笑死人啊 这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 但是确实 对 自身副业啊 一个26岁的一个年轻女孩子 这次在两会当中 他还是这些代表呢 还是这些委员呢 是不是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 都是市场转型的部分 也都是值得我们关切的 对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有Google 还有这个汇率大战 其实中美 这两个 很多事情都在台面下 暗中较劲的 非常的厉害 所以只有一处激发的可能 那我们呢 台湾呢 我们能够 我们 其实长久以来 我们就一直 美中台 包括日本 这种关系 都非常紧密的 有互相牵扯的关系 那台湾呢 其实是可以从中去拿到一些 经济上跟政治上的利益 那就看我们这个 主政者 有没有这种本事跟能力了 那 甚至于我们台湾 我们自己 我们活在台湾的 我们这个网友 跟我们彼此 大家就是要掌握时机赚大钱 其他的 那什么 你也扯不上 你也管不着 我们就是掌握这个时机 要怎么样的赚钱 所以万大哥跟我们讲 这个ECFA 这些这个题材呢 这些股票 大家是 还是要持续的 多留意 然后那个汇率的 要多关切 这样才对 那其实我今天 这几天我是很好玩 我一直在注意那个 那个2012要建 那个上海 要建那个 大型避难所的新闻 然后包括我们的书 我们也是2012 台北北京上海 黄金三角 那2012要选总统 2012好多事情 美国也要选 大陆也要换 换那个 换界 换界 对 那2012非常多的事情 我想 这个在这个动荡不安的 这个时代 包括从现在到2012年 越动荡 其实越有钱可以赚 那个起伏越大 所以大家一定要 好好的关注 每一样事件的发展 而且每个礼拜 锁定我们节目 万大哥来跟我们分析 两岸之间的这些 这些较劲这些关系 然后我们就掌握这个时机 来赚大家钱 今天非常感谢 各位网友 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万大哥 到我们节目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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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